青甘大环线的第一站 西宁前往青海湖二郎舰 全程150公里 都说不到二郎舰等于白来青海湖 二郎舰不仅是青海湖的最佳观赏点 同时也以丰富的生态自然资源 草原 沙漠 动物 成为青海湖旅游区一颗耀眼的明珠 所以去青海湖一定要来二郎舰看看 青海湖是一个像海一样的湖 它是内地最大的咸水湖 据说在远古时代 东海龙王生了四个儿子 儿子长大后 大儿子 二儿子 三儿子 分别担任南海 东海 北海龙王 唯独小儿子无海可去 老龙王迫于无奈 一日驾云来到青海湖 店这里风光迷人 于是就汇集了108条河流 造成了西海 让小儿子担任西海龙王 这西海就是现在的青海湖了 人把青海湖比作是大海退却时 遗落的一滴伤心泪水 亦或是地球山崩地裂 自我颤变时留下的一份蓝色意念 无论是泪水还是蓝色意念 它更像是女娲补天时 不小心遗落下的一块蓝宝石 一面宁静 驱车150公里 来到查卡盐湖 这里因盛产大青年而闻名 早在西汉时期 当地枪族人就已经知道采盐实用 盐湖开采的盐 也是当地美食的重要配料之一 女孩子来到这 记得一定要包装带走一部分回去热敷 粗盐敷肚子 可以改善女人痛经的毛病 第一站到这休息一下 明天前往翡翠湖 看绝美风景